它是一类永久性的寄生虫 不知不觉侵害着我们的皮肤 我们到底该如何避免和清除这种可怕的虫子呢 这里是原来如此 我是盛春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义 生活中的一些磁工见惯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儿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您的好奇心 天天都有精彩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义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伟明观众 最近心里挺烦的 烦什么 哎呀 有什么问题咱们帮他解答求证 这事有点不太好解决 怎么了 这事情是这样的 他说呀他今年已经38岁了 好不容易朋友给他介绍一女朋友 可是这两人只见了一次面 就再没联系了 他就一问才知道 这女孩是嫌弃她的鼻子 鼻子 鼻子怎么了 哎呀 她是这样的 她的鼻子呀总是红红的 就看起来可能有点不太雅观 然后吧 还老是会又疼又痒 你说她这是不是九糟鼻呢 我明白了 我估计这可能是满虫人 满虫 年初的时候咱们说过满虫 哎那个时候你好像是提过 这个乳满 乳满会导致九糟鼻 可是那回咱们说的是陈满 哎那这回咱们说说这个乳满吧 这乳满长什么样 有什么危害呢 哎你别着急 咱们本期的这个调查员啊 梁栋现在已经走上了街头 我们听听大家对这个满虫的认识 您知道啊 如性马 如性马 我不知道 没见过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那一个小小的如性马 对我来说 可疑不会有多大的伤害 它对我们的人的健康 对人的 没有什么 大的损害 并不可怕 我听说过这种如性马 大家都有 我不知道怎么轻浮和避免 对于搜集到的观点可以汇总为 一 没见过如性马虫 二 如性马虫不会伤害到我们 三 避免和清楚如性马虫 没有什么好办法 根据大百科全书的记载 如性马俗称毛囊虫 它属于真马木 如性马科 它是一种永久性的寄生马 主要是寄生在 人和哺乳动物 这个毛囊和鼻肢线里 啊 永久性寄生啊 这太可怕了 诶 那 我看看 哦 我会不会也长啊 你这么看啊 是看不见的 它跟陈满一样 是非常微小的 只能在这个显微镜之下 才能够看得见它 哦 难怪是调查员带回来的答案当中啊 大家都说是没见过这如性马虫 可它就寄生在我们身上呢 那你赶紧告诉我 这我们感染如性马虫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你别着急啊 咱们先去看看实验 为了确保本次实验的科学可靠 我们请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邹主任 作为本期节目的科学顾问 邹主任对满虫引起的人体皮肤疾病 有着长时间的研究 人的脸部究竟有没有如形满虫呢 我们的调查员梁董将和两位志愿者 其女士 马先生 共同参加 无满采样测试 首先测试人员采用挤压的方法 依次 从三位参与者的鼻子上进行采样 然后测试人员将采集到的油脂粒 分别放在拨片上 编号为一耗片 二耗片 三耗片 两分钟后采样完成 测试人员把三个拨片样本 拿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分析 拨片里的油脂粒中 究竟有没有如形满虫呢 究竟我脸上有没有满虫呢 你别紧张 待会儿答案你就出来了 这样 你先看我身后 往这儿看 这就是放大了的一张如形满虫的图 从这个放大的图案 就可以看到这如形满虫长什么样了 记住了 这是它的头 这是尾部 你看看 它还要四对足 一般啊 它是成虫啊 大小能够到0.1到0.4毫米 一般雌性的会比这个雄性的稍微大一点 就是这东西 积分在我们脸上 看着挺恐怖的吧 你别擦了 你这样擦可能是适得其反 你知道吧 你也不用太担心 这样 咱们先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满虫的家族 满虫是一种肉眼不易看紧的微型虫子 只有在先进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们 目前人们发现的满虫有三万多种 其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有十多种 最常见的有尘满 尘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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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满主要分布在空调 配路 床垫等处 容易引发过敏性皮炎和哮喘 对人体危害最大 粉满 主要在食品和粮食中繁殖 肌满 主要寄生于人和哺乳动物的皮肤表皮 容易导致人体皮肤过敏和骚痒等症状 乳形满 主要寄生在人的毛囊和皮质线中 它是导致九糟鼻 脱发的远胸 和其他满虫相比 乳形满虫 侵害人体皮肤的几率是最高的 原来如此 看来这哈尔滨的李伟明观众 是真的感染上了这乳形满虫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很关心啊 到底我们感染上这乳形满虫的概率是多少 这实验还没有结束 你知道吗 这个满虫种类有很多 但是对这个人的皮肤影响最大的 就是这个乳形满虫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得赶紧知道 这身上到底有没有满虫啊 您实验能快点吗 别闹了 咱们赶紧去看实验 通过对三位参与者的鼻子里的 如形满虫采样之后 测试人员在变子显微镜下 仔细观察分析 三分钟后终于得出了结论 究竟三个播片里的游戏里中 有没有如形满虫呢 一号片通过我的观察 大概发现十只如形满虫 二号片我们发现两只如形满虫 三号片发现流星满虫最多 大概是十六只 测试结果为 一号片发现十只满虫 二号片发现两只满虫 三号片发现了十六只满虫 我们这调查院还有两名志愿者 脸上都有啊 这实验准不准啊 这专家告诉我们 人体感染如形满虫的几率 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八 嗯 惨了 这下肯定逃不掉了 我怎么觉得我整个脸都痒了 这还有个痣吗这个 还有 它怎么就能让我们皮肤得病呢 这样 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 咱们还是用模型来解答 上模型 这个是一个放大了上百万倍的满虫模型 这个是他们的家 也就是我们的毛囊和皮脂线 您看看 光从外形看 这乳形满虫看起来就够恐怖的 它光靠蠕动 就可以在咱们这皮脂线和毛囊里 进进出出 也就是说呀 这乳满还会跑到我们的皮肤表面来活动呢 但是啊 这个白天的时候啊 基本上它不出来 它怕见光 到晚间的时候 夜间 咱们睡着了 它才出来开始活动 难怪我们有时候在夜间的时候 会觉得皮肤搔痒 原来是他们在活动 这还有一类问题啊 就是像酒糟鼻啊 还有这个粉刺 像这些是怎么导致的 你想想 这乳满在人的这个毛囊 皮脂线当中啊 它是尽情的吃 吃过了之后 它还要排泄 这些排泄物 废物就留在了人的毛囊当中 我用这个来代表 如形满虫的排泄物 嗯 就像刚才演示的这样 久而久之啊 我们的毛孔和毛囊 就造成了堵塞 然后呢 接着就会发生病变 造成各类的皮肤疾病 包括咱们常见的 酒糟鼻 如形满虫的排泄物 不但会阻塞毛孔 还会在皮肤的毛孔里 进进出出 成为传多细菌的载体 造成其他皮肤疾病 还好 我脸上没什么变化 我就说嘛 你别着急 虽然说这人体感染 如形满虫的几率是98% 但是这酒糟鼻 是非常少见的 也就是说 即使脸上感染了乳满 但是它也不一定会出现 相应的症状 你这理解的都挺快的 那我问你 你平时化妆吗 难道这化妆 和乳满有关系 这个化妆品里 含有大量的油脂 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 这恰恰是乳满 特别喜欢的味道 即使不化妆 您别忘了 咱们人体自身 也能够分泌油脂 尤其在这个 心全代谢不好的时候 这鼻头啊 还有这个鼻沟的两侧 会大量的分泌油脂 这个油脂啊 恰恰是能够提供 满虫滋长的环节 这我想起来 平时熬夜的时候 这油脂就会大量的分泌 那我脸上还真有 这乳满呢 你别着急 你脸上有没有这个乳满 咱们听听专家 怎么说 当某个人 因为这个鼻头 有这种 比较明显的结结 或者是红肿 然后有毛血管扩张 这个面部的皮肤 或者鼻头的皮肤 成这种橘皮样的外观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这种毛孔粗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种乳心满 存在的这种几率的 和它的这种数量呢 都是比较多的 正常情况下呢 它是不发病的 当人体的免疫力下降 或者局部的维生态环境 发生改变的时候 那么呢 它就会导致人类的皮肤病 我有时候熬夜啊 脸上就会痒痒 肯定是痒痒乳满了 那你每当出现 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怎么处理呢 处理啊 我一般会拿热水洗脸 这样会觉得好瘦点 你无意当中啊 还真找到了一种 清除乳满的办法 但是你知道 这个洗脸的水温 在多少度才合适呢 看实验 多高的水温 才能杀死乳形满虫呢 测试人员 首先采集两条 乳形满虫的活体 把它们分别放入 两个培养皿中 编号为一号和二号 测试人员 先把一号培养皿 放入电热恒温水温箱中 加热到10摄氏度 这种水温箱 可以保持水温恒定不变 30分钟后 测试人员将水温箱中的 培养皿取出 水温箱中的乳形满虫 贵似网马 测试人员在显微镜下 仔细观察后发现 乳满活体 安然无恙 然后测试人员又将 二号培养皿 放入电热恒温水温箱中 加热到45摄氏度 30分钟后 测试人员将水温箱中的培养皿取出 在显微镜下 仔细观察后发现 乳形满 已经死亡 测试结果为 10摄氏度的水温下 乳满没有死亡 45摄氏度的水温下 乳满30分钟死亡 在水温达到45摄氏度的情况下 只要30分钟 这乳满就会死亡 那你的实验是不是说明 这水温越高 杀死乳满的效果就越好呢 可是你再想一想 这温度太高了 这人也受不了啊 把人烫坏了 那这样行不行 我把温度弄低点 然后时间泡长点 所以啊 咱们平时还是应该用这个温水洗脸 比较好一些 对于那些因为感染了这个乳满 引起皮肤病的患者来说 咱们还有更好的办法 测试人员把一条乳胸满中的活体 放入含有硫磺药水的培养皿中 然后再放入电热恒温水温箱中 加热到45摄氏度 结果又会怎样呢 一分钟后 测试人员将水温箱中的培养皿取出 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后发现 乳胸满已经死亡 测试结果为 含有硫磺药水的水里 乳满不到一分钟就会死亡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避免乳满带来的危害了 别太早下结论 这乳胸满除了 非常的顽固 在用药期间这个状况可能有所抑制 而过后又可能复发了 也就是说呀 这药物和热水只能够起到暂时的效果 没有办法根治 对了 如果不加注意的话 这乳胸满中可能扩大我们的毛孔 阻塞我们的毛囊 让我们的毛囊感染发炎 可是你说像李伟明这样的人 该怎么办呢 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症状的话 应该到正规医院的皮肤改治 这医生会对症对你进行治疗 李伟明观众 等您痊愈之后 您可千万记得 这乳脉是很顽固的 您要是稍不注意 它还会再复发 您对我们今天的答案还满意吗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联络员替您转达 这是由我 我们共同为大家来解答 您就会发现 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